返回来,返回来,返回来,返回来 返回来,返回来 好 身体,身体 几个身体 射手飞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的撞手 我们有四个死的身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紧张时刻 2022年11月20日晚 俄克拉河马州警方接到报警电话 一名女子用不熟练的英文表示 自己被一名持枪男子劫持 希望警方尽快前来解救 Hello Hello What is that? What's going on? Oh 没过几分钟 另一名男子再次打来了报警电话 表示自己刚刚已经中弹 报警人表示 自己位于郊外的一处农场 多名警员火速赶往现场处置 刚到农场就发现 刚刚拨打报警电话的男子 是一名亚裔 其腹部中弹 虚弱地趴在车内 Who else my friend? Tory, hurry Who, who? Are there other people inside? Yeah OK 男子估计口音比较重 警员一时间没能听懂他的意思 此时男子口中所说的应该是ambulance 求生欲望极强了他 希望警员尽快为其呼叫救护车 由于男子表示 屋内还有其他人 警员第一时间进屋排查 看凶手是否还在屋内 还未进屋 警员就发现车库内躺着一具尸体 警员进屋后 发现地上还躺着多具尸体 臣致装排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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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警員在屋內總共發現了4具屍體 全部被人用槍處決式地謀殺 在執法或戰術環境中 警員說Blue Blue Blue通常是為了表明自己人的身份 Blue在戰術語言中代表友軍或執法人員 重複Blue Blue Blue是一種快速溝通方式 用來確保隊伍中的其他成員知道說話者為己方人員 避免誤傷 警員讓同伴趕緊拿急救箱 對車內腹部重擔的男子進行急救 同時呼叫直升機對男子進行搶救 隨後警員和同伴開始對車庫旁的另一處房屋開始清查 搜尋有無凶手的蹤跡 我們現在只要有群人在安靜中 會有群人來身份 查尋有群人的回事 有群人的骰 都堅持了 走 警方站在一方位 我有一方向右上 我有一方向左上 Clear Sheriff's Department Clear We're out We're out Open left, open right Open right Open left Sheriff's Office We see your hands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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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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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this grab for me Take that Sheriff's Office Door right Pop this Yep Clear And Closet Going in OK House clear House clear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的警員也是腎上腺素飆升 他們目前正在排查的是一名已經殘忍槍殺了四人的兇手 威脅等級極高 警員隨時都會面臨生命危險 Ready Sheriff's Office OK Food Blue out Blue coming out Yeah I forgot how to turn these stoves off Did you get that corner? That back bedroom,yeah Yeah,it goes into a bedroom Yeah We got Cross Blue coming out We're good here We're good here Well,we still got We'll get it moved I'm guessing We don't know where Shooter is We've got four dead bodies in there Hold on,move in that Tahoe We've got four dead One wounded Four dead The house is secure We haven't got all the building secure yet 經過搜查 警方並未發現兇手 經過進一步調查得知 遇害的四人為三男一女 均為中國國籍 腹部重擔的男子被第一時間用直升機送往醫院搶救 沒有生命危險 而通過進一步偵查 警方確認兇手為45歲的中國籍男子陳武 其行凶後第一時間逃離現場 此人極度危險 2022年11月22日 距離案發地30個小時車程的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海灘 巡邏的警方收到了車牌識別報警信息 於是立即將該車輛難停 車內的司機不是別人 正是逃亡的兩天生悲四條人命的陳武 警方立即將陳武機拿歸案 11月23日陳武出席保釋金聽證會 而他的法官正是網紅法官格雷澤 陳武通過口議員表示 不要把自己遣送回俄克拉荷馬州 不然自己會有生命危險 最終格雷澤法官判陳武涉嫌謀殺罪不得保釋 並很快將其遣送回案發地接受審判 隨著調查的進一步深入 警方終於弄清了案發時的來龍去脈 陳武在農場已經工作了一年多 案發當晚其拿著手槍向農場的老闆 索要30萬美元作為自己應得的報酬 並聲稱如果在半小時內看不到錢 就將屋內的所有人全部殺光 由於半小時內老闆未能湊齊相應的數額 陳武殘忍地將四人全部殺害 2024年2月份 陳武被控四項一級謀殺罪 罪名全部成立 法官判處陳武終身監禁且不得保釋 此案已經公開 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 有大量網友表示 兩名警員的屋內清查工作顯得十分專業 在如此高危的執法環境下 兩名警員配合默契 互相掩護 簡直是教科書級別 還有大量網友表示 陳武和自己的老闆肯定有著更多的故事 不然為什麼會一下子要30萬美元的報酬呢? 並且在達不到目的時 就直接處決式的槍殺四人 這是得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呢? 這期間必有引擎 觀眾朋友們 你們對此案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請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下期軒然大波 再見!